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电影是1997年的一部灾难片《地火龙城》 原名叫做《火cano》 故事内容是说火山熔岩从美国洛杉矶地理冒足 熔岩经地下铁道入侵整个城市 没有人对这样的灾难有所预防 熔岩所到之处无故附置一具 老派演员汤姆李琼斯在景片中饰演洛杉矶城里灾难应变中心的主管 而安妮海瑟则饰演地质学家 两人将施展各自所长 洗手阻止这场灾难摧毁这个城市 这部电影不但精彩也展示了许多有趣的物理问题 而今天我们只要讨论其中一小段影片中的物理现象 这个物理现象就出现在汤姆李琼斯与汉尼海瑟 将摄影机放入下水道探个究竟时 熔岩正高速往洞口方向流过来 两人在火焰碰出的刹那及时逃开 但一回头伸到半空的火焰 又神奇的被吸入了下水道 我们想讨论的是 为什么被喷出的火焰 在熔岩经过之后 又会被吸入下水道 那股力量从哪里来 在深入讨论其物理前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影片中的实际状况 这个现象可以用物理中的伯努力原理来理解 伯努力是十八世纪荷兰物理学家 他发现密度为Rho的不可压缩流体 在流过横截面积A时 若两区域的压强分别为P1和P2 则流过此截面的流体将受到一个禁力 即为压强差与面积的成绩 假设此力推着流体走了一小段位移Δx 则此压力既对流体做了功 若不考虑其他能量的损耗 此功将用来改变流体的动能 而以之密度为质量除以体积 对上师整理后就能得到所谓的伯努力方程 伯努力方程告诉我们 压强与动能之和是一个不变量 因此 因此 当流速变快时 压强就会下降 反之 流速变慢时 压强就会上升 这个原理在日常生活中是经常用到的 噴雾气就是其中一种 当挤压香水时 瓶口上方会有高速气流经过 压强因此下降 瓶中香水就自然会被内部的压强推上来 跟着气流噴散出去 而达到雾化的效果 另一个简单的实验是在一张下垂的纸张上方吹气 因上下流速不同 造成了下方压强大过上方压强 纸张因此往上飘起 这也是伯努力原理的结果 为了更进一步说明影片中的火焰 为何会被吸入地下水道 我们用了一个有两端开口的盒子 在盒子中央点燃一个热源 因为空气受热膨胀而上升 因此只会从上方的通道排出 而不会从下方的流出 但是如果下方有高速气流水平流过 热空气就有机会因伯努力原理而被往下吸走 我们利用每秒500张的高速摄影 捕捉在下方出口水平吹气的画面 可以看见 开始吹气后 烟雾的确从下方开口流出来了 要了解影片中的现象 我们还需要用到一个定理 叫做流量守恒 据单位时间中流体流过小管径的体积 要与流过大管径的体积相同 于是我们知道小管径的流速 会比大管径中的流速快 根据伯努力原理就可以推知 小管径中流动的流体压强 小于大管径中流动流体的压强 我们将影片中的现象进一步简化成以下动画 其中红色区域代表熔岩 寒色小点代表气体分子 由于熔岩占有体积 于是它把下水道分成了类似小管径和大管径的区域 当熔岩往右移动时 气体自右方往左流动 就像流体从大管径流入小管径一样 因此熔岩未到达的地方流速小而压强大 熔岩经过的地方流速大而压强小 若管径上方有一开口 刚接触到熔岩的空气 就会受热而上升 流出开口 但当熔岩经过开口后 开口下方接触的是 往左高速流动的气流 伯努力原理就会把上方的热空气 又吸回下水道中 就像我们实验所展示的一样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物理现象 伯努力原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